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我记得这是我第二次来到摩尔文 上一次应该可能有十年了 十年变化很大 这次到此再来看到有这么多的同学 非常欢喜 也非常满腾 我想大家可能都是从中国 香港 台湾 东南亚也带的移民到这个地方 在这么多年当中 我常常听人说 现在这个世界 剩下最后的第二次 就是澳大利亚和纽西兰 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是一个动乱的世界 灾难 频率是年年上升 而灾害是一年比一年严重 在这个世界 确实有许多国家的武道人 知性 人人都在寻求如何能化解中途 能化解在哪里 希望这个世界 能够恢复到已往的安定靠命 我在十年前 认识了格林匹斯大学的教堂 他现在就是摩尔文大师的教堂 我们确定就有《精神还善心》 这个人是个好人 也是在寻求 安定 好人 他也是在寻求他的关系 也就是在寻求我的成果 介绍我参与 不过说的好平好度 生年没有摄取多大的成效 但是有许多人对于这个问题 就是基本的认识 为什么会有在墓 说佛 现在在全世界 真正像古代那种佛教的道场 我们见不到的 古时候佛教的道场是学校 它是一个教室修学的场所 现在就变成成教了 这个我们不能不承认 所以我们学佛的时候 首先要对佛教有正确的认识 我第一次到美国是巴尔 访问纽约神价寺 去世的教寺 当时我跟大家谈 所以现情社会 佛教至少有四种不同的形式 第一个是传统的佛教 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那种形象 这个世界很少有的 我们不容易看见 第二个是宗教的佛教 佛教不是宗教 变成宗教 我们不能不承认 变成宗教 第三个是蛇式的佛教 随着大学里面开的课程 有佛经的课程 特别是正确性的 开佛经的课程 第四种是邪教的佛教 打着佛教的照文 做的确实不是立业社会当中的事 我们看到 这些年来又有两种佛教出现 一种是光光与柔的佛教 还有一种是奇妙化的佛教 所以现在有六种佛教 我们到底是学的是哪一种 这个不能不知道 因为你学的不一样 我们结果不相同 因地不争 果照欲去 我修佛是二十六岁 不算年轻 二十六岁之前 没有宗教信仰 我认为这都是迷信 所以不愿意去碰他 没有接触到我 二十六岁那一年 二十六岁那一年 我跟方孟北世纪学这些 老师给我讲了一部 这些学概念 最后一个单元 是佛经 我感到很压力 有个佛教是宗教 是迷信 而且是多神教 多神教在宗教 也不是第一期宗教 什么都摆 我说他怎么会有这种 佛老师告诉我 他是有缘性 有个佛教 这释迦牟尼佛呢 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证学家 他这么介绍给我 这佛经证学 是全世界证学的最高峰 然后又告诉我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这句话很重听的 所以我从 学习对门功课之后 对佛教 对宗教的错误概念 算是转过来的 转过来老师告诉我 老师并没有告诉我 这个社会有四种不同的 这种叫唐秘书 他就告诉我 现在的佛教 都在苏域 我就很惊讶 在哪里 在经典 所以老师知道 你要真正想学佛 你就研究经典 然后告诉我 过去佛教里面的四叶难堂 这些修行人 无论在家出家 那真有大心 真有学问 真有本色 现在这些出家 他们不以为 就进教 所以变成宗教学正式的事 但是变成宗教学 你要深入心脏 在那个社会 58年之前 在台湾 佛教的经典 是行不容易得到 世面上满不得 台湾 印佛经只有三家 都未少 分量也少 所以得到确实不容易 在台湾 当时在台南 有个庆方出去 台中有个瑞城出去 台北有个中金昼老寺寺 集密居室凑合起来 他们按这个佛经 印经处 在台湾印经处 所以对本佛经是相当困难的 我们经方老师介绍之后 知道这是一门大学 所以以后也去逛寺庙 逛寺庙的目的是到寺庙里找金属 寺庙里有藏地有大藏地 这个金属借不出来的 既有利用假期 我们到寺庙里面去 早谈讯 晚上回家 一天的时间抄金 就用水抄 不像现在 现在印上是发达了 得到金属已经不困难 在我们学习的过程 分一场进步 算中之后才知道 这种针的方向没有积动 确实是这样的 我算是一般人讲的运气不错 认识佛教之后 大概两个月不到三个月 有朋友介绍认识张家大师 这是真正的学佛的修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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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家大师 我见第一次的运气 我就向他往日间提出问题 然后我说我现在知道 佛教是高深的修训 这是大师 不是有没有什么方法 让我很快能够轻入你 大师听了我这个问题 看着我 我也看着它 我们看了半个多小时 一句话都不说 那么久之后 他看着我身为有此 有 我们年轻心定不下来 这个今生马上就提起来 一会儿 他说我 结果他也不说话 这一次大概停了有五六分钟 说了有六个字 看着破 放着想 这两句话 就是大乘教你们所讲的知识观 放下是知 看破是惯 他用这么两句话都不讲 我能听得懂 他说刚刚接触过法 他要说只惯我完全不懂 我接客向他说 你再请教 你从哪里下手 他告诉我 从博士 财博士 发博士 我为博士 之后我跟他到我家三年 每一个星期 每一个星期 他给我两个小时 每一个星期 那时我在工作 星期天放假 每一个星期天 就接受我 他两个小时的交换 三年 三年之后 他老人家过世了 他过世的时候 好像是六十八岁 我去清静台中 黎比南老去寺 这些在家学法 对于乳士道 都有相当深度的学习 到台中去之后 他劝我去奖金 我那个时候没有这个胆子了 奖金是大死的 不是小死的 从来没有这个念头 他劝我去奖金 我说不许我没有这个能力 那个时候他开了个班 就是教奖金的晋升班 台中联系的晋升班 有二十多个学生 跟他学习将近 他跟我说 我今天晋升班上课 晋升班一星期上课 三个小时 他就去看看 带着我到他班上去看看 看了之后 我跟老师说 行 我可以参加这个法课 走到他 公园上去看看 授路上去看 在行 耀病 这一体 我说我跟他们比,不比成差,我以为可以了,可以学了 年龄最大的学生是六十岁 六十岁的林康智学生 小学比六十岁 有这种勇气去修几种心 我们看了之后佩服 那有没有话说 他给我的影响随大 他说我是三十岁 他六十岁 他小时候毕业,我初中毕业 他能够学我,我怎么不能学呢 这个气子就鼓起来了 这也有好样子 我们看到什么样子的以后 激发了这学习的兴趣 所以跟着李老师 所以跟着老师 奖金是从太正学的 我学佛的基础 张家大师叮叮的 张家大师教我 摄释迦文夫 第一本教我看的书 是释迦土 释迦方志 大藏经里面 就是释迦文夫的传记 他说得很好 你学佛了 你要先认识释迦文夫 你要不认识他 你就很容易走出路 就做偏差 好 我多两代说之后才晓得 苏教我们的佛不是神 也不是信任 要用现代的话说 他是个教育家 跟中国孔子一样 孔子教学了五年 孔子的现实还是从政的 你看周游列国十几年 目的就是希望祝侯能够任意他 他能够有个职位 能够把他的报复使得 十几年周游列国没有人用他 就是回到老家去教学 回到老家的一年 六十八岁了 他七十三岁走 所以回去真正开班教学了 这五年的事情 那么释迦文夫 他是王子 他也不出家 他继承他父亲的王子 是过往的 他十九岁离开家庭 出去参学 到处学习 在印度这个地区 无论是宗教是学俗 他都清静 三十岁就修了事儿 没地方在学 实际上说聪明 好学 身份地位也特殊 你想哪一个人不喜欢这样的学生 学了十二年 没地方学 在我乡境 这个书上最长没记载 现在我能想象的到 他就挺没解决 这个就是世心 告诉我 印度在当时 无论是宗教界 是学术界 他们通通学禅定 所以佛经上讲的 四禅八定 这不是佛教 四禅八定是古婆罗门教 婆罗门教的历史 我们可以相信 超过一万年 释迦牟尼佛到我们 这2500多年了 中国记载十三千年 古婆罗门教 而禅定确实 能够突破空间为次 也就是说 四禅八定是八个等级 欲望上提升 他的突破空间为次 就越大 随到四禅 第四禅 到第八定的时候 六道里面的情景 他完全看到 他这不是推定 是他亲自看到 上面他能看到 飞翔飞飞翔出天 下面能看得到 阿比丁 这是真的 一点不佳 这都不是一个人 凡是修辞成八定的人 都能看到 大家说出来看到都是一样的 可能这个东西不是假的 是真的 我猜一下 这就有三个问题 不能解决 第一个 六道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会有六道 六道之外还有没有世界的 这是一个耗舌的人 他总是追根就底 那这三个问题在当时 无论宗教解释和解释 都没有办法解答 所以释迦奥也是放弃了 学了十二年就学到这个样子 底下问题都不能解答 就不说了 他到很后面上 找一棵大树 毕豆罗树 在树下打坐 把十二年所学的统统放下 如更深的谈地 这一种定的问题解决 我们大听教练讲 大彻大悟 隐隐皆监 这个问题才解决 彻底隐瞒了 宇宙怎么来的 生命怎么来的 果从哪里来的 这个世界到底社会怎么回事 全部明了了 那他开悟之后 去做报告 把他开悟的时候 所见到的这些禁定 详详信息都收出来 这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 华严经就是释迦牟尼佛 开悟的时候的报告 真的 说得太清楚 太明白了 所以我就相信 方宗伟先生 他讲的话 佛法是高等证学 是全世界证学的最高佛 他是学证学的 我们学了这五十八年了 不但是最高的证学 而且是最高的科学 今天科学跟证学 解决不了的问题 宇宙的奇远 生命的奇远 都讲不清楚 所以从理上讲是证学 从思想讲是科学 都讲到登峰造极 都讲到究竟人们 都没看见老师 如果不是老师的诱导 我们怎么会了解 不了解就糊里糊涂过一辈子 那就真可惜 最近我们完成了第二次 《望尽欢迎观》 他这一部小的论文 全体是 《凶华言傲指望尽欢迎观》 是《行守过思》做的 这个论文他做的 就是《华言精修学》的方法 也就是我当初的时候 希望得到的是 有什么方法能够很快 去无华言精进 《行守过思》有这篇论文 这个论文他一共有六大段 前面三段讲宇宙的缘起 讲生命的来源 讲到非常非常之好 后面三段修学的方法 也就是直观 就是张家当事长的 看得破 放得下 不能真看破 要真放下 放下什么呢 放下妄想 放下分别 放下执着的 那些还原来 还原来回归自信 回归自信在佛法里 那你就是真的 究竟的佛法 真的究竟的佛法 真的究竟的佛法 所以这篇论文非常精彩 我第一次讲是用了九十六个小时 第二次讲是讲了一百零八次 一次两个小时 两百零六个小时 这第一次的光碟已经流通了 第二次可能还未做好 第二次可能还未做好 这是 这是 所以修复我们的方向要正确 目标要正确 确实张家当事长的指导 都是非常正确的 向释迦牟尼佛学习 释迦牟尼佛三世纪彻入之后 就开始教训了 七十九岁 运起的 讲的经 三百零会 书法四十九 一生从此与教学的工作 他没有进化到场 他也没有领导大众在一起共生过 都是上坑 都是其他问题 一个人也教 两个人也教 几贵人几千人也教 我们今天就在生活 半班教学 三百零会 我们可以说 他半班 半了三十三个多次 那么这个班 都是一个主题 讨论一个主题 时间常常不一样 小平那班两三天就结束了 大地班有的时候十几年 几年十几年 他是一生各种事情 所以从现在 用现在的人来说 把这个眼光来看 社加拿尼佛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 这种身份 他跟宗教风码 不相干的 别人都没站过 这个主委一定要想他 他有教育的论 不分国籍 不分族群 也不分宗教 我们在经历里面看到 他学生里面很多 婆罗门教 像遍形外道 这个苏论 与其来都是印度其他宗教的人 来跟他学习 他不生 只要来舍 他都很恶利来教导 所以他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 他自己本人的身份 一生 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 他不是一生肺炎 接受供养 仅限四次 饮食 他们每天出去偷拨 供养一朵饭 这个是接受的 衣服 衣服也很简单 三衣一步 衣服穿到破了旧了 不能再穿了 接受人家供养件衣服 第三种是物具 晚上睡一睡觉也很简单 因为印度的像是热带 生活很简单 卧具就是睡觉的时候垫在下面 现在你们看到寺庙里面 老和尚拜佛 拜殿上铺一个叫具 其实那就是卧具 他不是这样铺在拜殿上拜佛的 那时候晚上睡觉 扑得下来 第四种就是 生病的时候接受医药 其他的一开都不接受我 是一个义务的老师 而且以身作证 身教重如于研教 你看经典上我们常常看到 叮咛 一再叮咛 真是千遍万遍 怕我们忘记 受持读送 为人言术 言是表演做出来给人看 所以他重视身教 术是言教 言是表演出来 神教 这是一个好老师 非常难得的一个老师 在全世界各种宗教以后 这些年来 我们做世界和平工作 我觉得宗教要团结 宗教不团结 这个世界安定和平 不容易再恢复 如果从宗教下说 还是有办法的 所以宗教团结 那么就接触宗教 读 顾一顾宗教的经典 发现宗教所讲的 大同小异 总的方向目标 所以宗教可以变成一家人 宗教都相信神 文艺的真神 佛华里不叫神 佛华叫自信 叫本性 因为宇宙世间万事万无 都是从自信并行出来的 世尊那个报告非常详细 讲得圆满 在中国 俗佛的同学都晓得 禅宗六族会能打死 也是大车大悟 明星解析 他那一年二十四岁了 开悟之后 向吴祖提出报告 他悟入的境界 他只说了二十个字 那二十个字 就是华严经的总纲理 二十个字展开 是大方法复华严经 大方法复华严经浓俗 就是他老人家讲到的 那是如了佛的经验 最悟了之后 世尊四十九年所说一切经 慧能大使 云荣无碍 他都认识字了 没念过书 全通了 你现在都本死 为什么 佛菩萨所说一切经 是自信流出来的 你见了信之后 他所讲的跟你心情 是完全相同的 你怎么会不懂 怎么会不知道 大成佛法修说 法文多啊 八万四千法文 就是方法不一样 门禁不一样 方向是一样的 目标是一样的 最后都是明心建训 所以佛才说 法能平等 无有高相 最后都要达到建训 一建训 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随便 随便 学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的教训 学习 开办学习 决定 不能少 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我们要认真努力学经教 经教魏老师 魏老师现在有光碟 有网络 有卫星 有时刻 天天可以学习 大陆 最近我听了一个王老师 王启老师的报告 他是东北松花墙中士 他们学传统的 这个伦理道教 天天听蔡里旭老师的 第四规定 这个过程 那蔡老师又不能到那边去 就是放他的光碟 每一天放 重复地放 他们的校长 老师 代表所有学生一起学习 这就好了 这就对了 现在我们高科技 要好好的去用它 我们要用这个 天天上课 一样东西 一门课程 学的病素要多 我们中国老祖宗教 交之道贵与传 传就是传义 传义 老人又教我们 不数千遍 其意自尽 你一本书也能念过一千遍 念过一千遍 你就通了 为什么通了 开悟了 一顶都不加了 悟数你心定了 你一切几千遍念下去 心就定了 外面没有 一切几千遍念 清净心起作用就是智慧 你就不生烦恼 生智慧了 这方法妙绝了 人人都可以学 就是你不肯学就为法词 听个两遍三遍不想再听了 这不行啊 这心浮其造啊 你要能有兴趣一部经的时候 听个几千遍 这一千遍两千遍三千遍 哪有不开悟的道理 所以佛法方法真的是很简单 依照他的理论方法去学习 那有一个不成就 所以大臣教理佛家 一切忠诚 本来是佛 对而真的 一定是佛家 你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 是你 俗获了 是以前的教育 你一事了自信 今天在这个世间 起心当面是烦恼大价 你的自信 清净心做不了主 所以才变成这样 如果我们真的 恢复 走这个民心建心的道路 走清净心的道路 我们是尽宗 尽宗最重要的经典是无量寿静 无量寿静 经体上叫做我们 清净平衡 如果我们真的把目标方向都定在 我要修清净心 修平等心 使聚而共鸣 过过成就了 首先告诉各位 你身心健康 你不会生病了 第二个成就 你家庭活路 第三个成就 你能帮助这个地区滑解在哪 这都是真正的 这绝对不是假的 所以我们要认真努力修修 那我这次回来 回到澳洲 就像在图文坝 把我们这个小道场做一个好样子 这个小道场上午学经药 这个着重在节门 下午念佛 结心相应 这样一直下去 你看 真的是非常简单 但是 我们会受到很好的小效果 我们里面没有经常佛寺 很单纯的 那么现在这个世界灾难很多 这些年来 我们在全世界 提倡的化解在哪 我们用这个三世心念 三世心念 这个仪归却是拧阳两立 这个仪归是中风禅思变 禅宗里的禅思变 禅宗里的开示 非常精彩 常常读书 常常关照 确实 明明明明明 我们自己一心专注的话 也会有开议 所以这是我们要记住的 无论有没有法师 或者是同学来领导 没关系 我们要往路 与你心里用观点 就可以在一起学习 一样东西 决定要多听 要多学 像无量寿解 我们每天 大家在一起读生一遍 一天一遍 能够继续听歌五年十年 你倒心就见过 那个有真正用功的人 他一天念三四遍 有一天念五遍 我们都见到过 所以希望同学能在此地认真努力 澳洲 因为人少了 历史很短 大概在日本的历史 所以这个地方造业的人 一造的业不重 比起其他地区的轻 所以灾难又少了 源源在此地 那我们认真在此地努力修行 那就是大家都能够 不但是重善根 而且我们善根能发扬广大 对这个地区的安定和平 会更多保随 感应和合赛 希望我们同学能认真努力 我住在图文堡 我们的尽从学域 我们也在积极筹备 我们也赶快地开阔 将来也希望大家到外边去参观 去访问 今天的话也就是了次 谢谢大家 刚才我们接到一个同学 他说他的女儿被人下降头 要挟要三万块钱 并且与他做朋友 女儿现在不如死 在大学退学了 身心保持着 一身厌世厌头 他在十九岁 是一个聪明优秀的青年 这些事情 在现代的社会 很多 十多国家地区 我都遇到 最后话也告诉我们 人 身病 原因有三种 第一种是身体的病 我们隐世其居不正常 照着这些伤害 这是医生可以治的 医生能治 是治身的病 第二种是 晕疫病 晕前站住 他找到身上来了 这个事情麻烦 这是医生治不好 他能报复你 你跟他进入一个愿 但是就可以调节 我们用真诚心 跟他谈条件 超级他 希望他离开 会说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都愿意接受 我们能把他画起来 他不从 第三种呢 是你造的罪业探柱 业掌柱 业掌柱 这个就比较难 这个超度没有所用 对你自己造的无业 我业所感的疾病 那这用什么去 真正残 残除业探柱 便就能够恢复 佛号告诉我们 三种病业 他这是说的第二种 这是念情战主 你印到好好的真诚心 给他谈条件 如果 如果 给他说清楚 过去的事情 已经过去了 你现在折磨他死 他不敢听 含着这个怨恨在心 再下一声的时候 他又来折磨他死 这种晕晕相报 没完没了 彼此双方都痛苦 那后悲不化解 尤其这个事件灾难很多 人并不是很幸福美满的 最好的 为什么 在波添传交道里 示范通 friends 我可以介绍 cil one read 誓方祝福 都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帮助他们 跟同次建修夫人 劝指他们 一起念佛 求生极乐世界 将来成佛杀 成佛乐 发辞这些苦度这些苦难重生 这一般这些鬼神多半都愿意接受 而且都欢喜接受 那我们这个尽宗学会也 这里面有做这些超度佛寿的时候 给他共排位 能够化解 真诚信 他不接受是我们的诚意不够 我们的诚意 真正达到会感受他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渊源相报 没完没了 这个世界是 可以说全世界各地都有 我们要真正要明了 要长长生惭愧心 惨除业障 什么病都能解决 我们真参除 这个佛力就能加持得上 佛菩萨非常气味 我们的业障参除不了就是 业障障碍了佛菩萨的加持 都是他不加持 我们有障碍 如果我们业障参除之后 这个障碍就没有了 佛力就加上了 那么这是一种普通常识 最近我也带了大陆上 他们一些企业家的论坛 那些老师们讲的这些道题 讲得非常好 我们都可以多听听 多许习 首先解决自己的问题 让自己身心和心 让自己的疾病能够消除 恢复健康 我们有体力有精神 再帮助家庭和心 社会和心 最后达到世界和心 要有这样的心 这鬼心是上心 这样的发心 佛菩萨欢喜 所有一切鬼神赞叹 他赞叹 他就来帮助我们 他不会来障碍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